阿晴姐 辛苦了啊 来 喝水 姐 汤姆到底怎么说的呀 给你说了 保密 怎么又来问来了 不是 到底是她来追我呀 还是让我去追她呀 那当然是你去追她了 那我一追她 她就能同意吗 差不多吧 姐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术 让她同意的 你看 你这么厉害 你能不能再用三成的功力 让她来追我呀 我告诉你 为了你这事 我都用了十二成的功力了 我都耗了元气了 我都累成内伤了 下了班抓紧时间赶紧去追她 我这功力 保不准能不能坚持到明天早晨 恐怕她一觉醒来 也有可能就有变数 姐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一片苦心的 干活吧 宝贝 我是 Euchia 我许不认识 我现在要找她的二成的 一切的目的 你还要找她的意思的 我专家 我真的要让她的意思 她要找她的 她要找她的对方 别说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才怪 杨老师真没告诉我 他做什么实验 行了 你跟我道歉 我也不问了 如果他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真的就 不过他也真是的 也一向如此 做什么实验从来不告诉助手 哪有像他这样的科学家 什么都自己扛着 这样有点太过分了 你不觉得吗 不 我觉得你错了 有很多科学家都是这样的 在实验没成功之前 很多事情是应该保密 我理解 所以你知道 对吗 老公 你别逼我 行不行 实验室里那么多小白鼠 杨老手里拿的那些数据报告 应该都是那些小白鼠的吧 好像是吧 好像是 露露 行了你 开始学会跟我打马虎眼了 是不是 没事 我不问了 像像我这个当老婆的 也真够可悲的 自己老公在干什么 还要去问别人 是吗 我觉得 你当好自己老婆角色就可以了 别人操心比什么都强 干吗这么看着我 果果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 其实我特别希望杨老师能放弃你 这样我还有机会 是吗 露露啊 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那么好 你是我的朋友 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你高兴就好 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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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要来几个重要的客人 老板交代菜要精致一些 一会儿下班以后 你跟佛妮会加一些班吧 不要加班 今天家伙有事 晚上我就一个人干了 不行 你是主力 那佛妮会给你打下手 姐 你不是说让我晚上去追她吗 那天天晚上我给你打下手 那我什么时候去追她呀 加完班在追呀 那加完班都三个半夜了 又不能看电影 又不能喝咖啡 岂不成让我们马上去开房吧 你也太开房了吧 都猴旗成这样了 一个女孩子呀 首先要懂得自重帅 到会儿去 电话换了吗 电话换了吗 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换一个 这个没有来电显示 现在这个有来电显示 回头啊 那王建国 再给我打电话 我就知道了 我就不用再接了 真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啊您 我也不乐意啊 我现在不是也后悔了吗 没辙 我真是替阿勤感到备安 他都这么缠着您 那指不定怎么缠着阿勤了 是啊 我也奇了怪了 你说过去吧 都是这个女的缠着男的 现在翻过来 变成男的缠着女的了 生感生不逢时吧 要搁到现在 您就不必那么费心思了 跟您商量个事 跟我 对呀 因为这事跟您有关系 所以才跟您商量 那 那你说吧 什么事 关于拐卖孩子的剧本 我已经写完了 我准备再写一部电视剧 金盆洗手了 金盆洗手了 你 你没事吧 你现在正火呢 不赶紧抓紧时间抢钱啊 任何事物都有起始发展 高潮衰退的阶段 在最高点收手 才是明智的选择 赚钱是无纸巾的 我的钱已经够多了 我一个人一辈子花不完 还能有钱留给桃子 该收手了 就算你钱挣够了 那你也不用金盆洗手嘛 你要是金盆洗手了 那将是对 演艺界的一大损失 你不能浪费自己的才华 我可从来没这么想 我也从来不觉得 自己是无人可替代的 没有我 地球会依旧旋转 别以为这个世界离不开你 那你跟我讲这些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最后一部电视剧 打算被您量身打造 被我 您不愿意吗 我不是 我 我不是不愿意 我就是 有点奇怪 你 你为什么突然 对我这么好啊 您别以为我是为您好 我是看在阿晴和桃子的面子上 再说了 我也不想白吃您做的饭 这人好事都不会好好说 你哪儿不叔叔吗 讨厌 你觉得我美吗 都差不多 人家捣吃了一天呢 花一天捣吃成这样也挺不容易的啊 没品味 你找我有事啊 你看都这么晚了 你肚子饿不饿呀 咱们就吃夜宵吧 好啊 你请客 凭什么我请客呀 你是男的应该你请 人家要没想吃夜宵 是你要吃夜宵的 我请就我请 走吧 你等人家一下下啊 快点啊 别磨蹭 快点 急什么呀 你就不信了 墙有的瓜布天 阿晴 下班了 火 火 熄火 我帮你拿着 王老师 哎 强扭的瓜布天 我就不信你强扭的瓜布天 这回我一定要把这个瓜扭过来 王老师 哎 其实我理解你的感受 那你能不能克制一下你自己 因为咱们两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试试 试试 怎么试啊 你又不是件衣服 穿着不合适再脱了 再说我已经试过了 真的不合适 你就当做公衣事业 拯救一下我的生命 别的都可以拯救 只有感情是勉强不了的吧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你也别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好吗 这三招管用吗 管用我想试试 这三招肯定不管用 我累了一天了 我想休息 这不是真的 你吹这腰部 别别别 我真的王老师你别 我我怕痒真的 我不客气 不然你走了 我就轻松了真的 我不走 那我就报警了 110是吧 喂 110吗 我是王老师 有人报警 我就叫我 王天国 我上辈子 对你到底做了什么呀 你快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看你一路打扫又该报警了 警察又得把我带走 你又得到盘索去抓我 不是去领我 阿琴 你快下来吧 爸 我有话跟你说 你只要不下来一路打扫 就会报警了 他又得把我抓走 你又得去警察网上我去 阿琴 快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我们同事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吃饭啊 废话 这是约会 当然是第一次了 人家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跟你一起约会 我也是 是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你真的看中人家了 跟你说心里话吧 我是因为啊 实在年龄太大了 没办法了 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我也是被我妈逼得 实在没办法了 你说这么短的时间 让我上哪去找人结婚呢 那好吧 那既然咱们把话都说开了 要不咱俩凑合凑合 凑合就凑合吧 走吧 凑合 进 我能进来跟你说点事吗 进吧 你说阿勤这事怎么办呢 您这个当妈的 关键时刻要清醒一点 要负起责任来 别两眼一抹黑地怂恿阿勤架 你这话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啊 阿勤是您的亲闺女 您要帮着把好关 什么叫我没把好关哪 我哪有你眼睛毒啊 看男人都看得那么准 您眼睛还不毒 您看男人 还不准 我 我不想跟你吵 我现在也能不舒服呢 是吧 我得自己多保重 老怪我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呀 怎么回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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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我上学去了啊 过忙了 小心点啊 知道了 那我走了 拔河呢 妈 这是个什么家伙呀 阿婷 她就是穿这身衣服 把我吓出心脏病来了 我跟她没完 你穿这身衣服吓唬人 你真卑鄙 你不要脸 您不信心 您怕什么 剪毛胡子 同样卑鄙 你卑鄙 你才卑鄙呢 你 你 我不管走到哪儿 都能听到王建国的声音 我是不是得病了呀 怎么成响给草了 不会脑子出问题了吧 不会脑子出问题了吧 对 说 说是什么 对吧 对吧 不脑子出问题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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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口音乐 嗯 你醒一下 你醒一下 醒一下 怎么了 我做了个梦 咱们做什么梦啊 你做了个梦啊 没有 那是什么梦 我梦见咱们俩结婚 在教堂里举行一个 特别盛大的婚礼 你穿着婚纱像天使一样 你父亲的脸我也看不清楚 挽着你的手臂 缓缓走进来把你交给我 到处都是鲜花 还有我们自己生的孩子 作为我们的伴郎伴娘 真的 我们像 牧师一起宣誓 不管疾病还是死亡 都不会离开对方 我给你戴上了戒指 管风筋就揍起来了 没机了 嗯 可这时候 阿琴突然闯进来了 她抱着我就哭 还把你的婚纱给撕 给撕了 你别难过啊 因为 梦境跟现实都是相反的嘛 我知道 一个梦而已嘛 不会的 但是咱们的快乐 肯定是永恒的 肯定会实现的 是不是 但是咱们的快乐 我会来说 饿了 咱们的快乐 咱们的快乐 吃 咱们的快乐 你幹嘛?你幹嘛? 喂? 喂, 婆婆 是建國嗎? 我是建國呀 您不在家是吧? 不不我不在家 我在外面呢 您您在哪呢? 我接了一戲 我現在進組了 拍戲呢 一特棒的電視劇 我就要火了 你你你小點聲啊 你行 我們可是同期錄音 你知道嗎? 我最近都不回家了 很長一段時間不回家 那那我去看您吧 你要到劇組來看我 不不不不 我們劇組遠 在蜜月不不不 在屏幕呢 沒事我有車 等我拍完戲以後 我再跟你聯繫啊 好好好 伯母 安全第一 拍戲第七 好啊 好啊 拜拜 餓了 我飯都做好了 趕快吃 快 別吵 先別出去 我要出去開會 我都快遲到了 等會兒 一小會兒 走吧 走吧 出去吧 清晰晰 謝謝 沒看見人在這兒坐了嗎 怎麼一點禮貌都不講啊 說一聲啊 聽 說一聲我給鐵嘛 走走走 講到 走走走 黃埔 吳吳吳 我健康 你怎麼又回來了你啊 我來給您送水果啊 到家一看沒人 我就在這兒等您 我想您晚上肯定得回來 您不是在屏股拍戲呢嗎 這麼快拍完呢 對 我們是在屏股拍戲呢 我們現在也正在拍一個 你穿越的戲 這一眨眼我就穿越回來了 那您是不是在穿回去 穿現在是暫時穿不回去了 那你水水果 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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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師傅 誰 你剛纔叫我啊 什麼事啊菁姐 霸與 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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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王师傅 你刚才真的没有听到有人叫我吗 没 没人叫你啊 有人叫我 你听一听有人叫我 没有啊 没有 伯母 我找过他两次 他两次都不理我 第一次我去找他 他不理我 我就在楼下喊他 结果怎么说 警察来了 把我抓走了 昨天晚上我又去找他 警察倒是没来 又不是谁那么缺点了 放那条狗 没让他给我摇我 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伯母 我前头找过他两次 他两次都不理我 你耳朵没有任何问题 那为什么总是天天有人叫我 我借你去神经内科看看 神经 老公 老公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呢 临床啊 实验室放不下 那你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弄家里来啊 行行行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了 刘爱明医生 请坐 嗨 您好 来 您坐吧 好 哪儿不舒服啊 我见过你 是吗 有一次在西餐厅 我出去你进来 咱们俩撞到一块了 我不记得了 对不起 我记得 你当时穿了一身灰的西装 因为你长得太像 冯远征 我单位的同事倒没说我像冯远征 都说我像安家和 你说说我为什么来看神经科 我知道我是不是产生了幻觉 详细说 详细说 你长得还是像红眼睁 说说你的病情 怎么没做饭啊 鸡飞狗跳怎么做饭呢 我说你 你别碰我 你脏不脏啊 我都拿酒精消毒了 不至于吧 怎么了 怎么了 老公 这是家 这是咱俩的家 这是人住的地方 那不是动物园 你看他们把这都货固成什么样了 回头再收拾呗 这不是收不收拾的问题 老公 老公 你见过别墅里养鸡鸭鹅的吗 养养你那些猫狗还行 我不是说了吗 坐临床嘛 等结果出来 就不带咱们家养 都搬走 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商量什么呀 我们是夫妻 这个家是咱们两个人的 你要带什么东西回来 你是不是得跟我打声招呼呀 家人没必要那么客气吧 没必要 其实你根本 是不是就是一个 不懂得尊重人的人啊 还是说你只是单单的不尊重我 以前你跟阿琴姐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对待她的吗 就事论事好吗 为什么要提她呢 不是你规定在这个房间里 不能提到阿琴吗 有事吗 有事吗 没有 没什么事 没事那我下班了再见 你晚上要是没事的话 我想约你看电影 好啊 晚上八点 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啊 拜拜 不见不散 妈 在家吗 你回来吧 安全吗 现在安全呢 今天她已经来过了 好吧我回来了 好吧我回来了 就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 皮肤是我们人们的最明显 让我们的人们的一样 为我们人们的老秘 而无人不信 我们能保持人数 永远 能保持人数 在未来的一篇大质量 尊重 我相信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 那你回来了 你说这一天回自己家 还得对暗号 跟地下党尖头指导 大清 你知道我刚才 在电视里看见谁了 杨树 吴东方还有我姐 只有他们三个人会上电视 是杨树 这有什么奇怪的 是没什么奇怪 我奇怪的是 我看见那个果果 坐在他身边好好的 他们俩又好了 我哪知道 这得问你啊 我哪知道 我好久跟他没联系了 按理说吧 这苹果这么骗他 杨树不应该跟他和好啊 杨树那个人心软 可能就原谅他了呗 命 这都是命 你说你怎么就没这个命 我的命怎么了 我他命挺好的 当然最近不太好 这个王建国差点把我给整疯了 你不疯我都要疯了 这家伙今天他把我搞穿越了 我现在就想着 看看谁家想换房 咱们换换房 我再把这电话也给换了 我再给桃子转了靴 你这动靴也太大了吧 都是让他给逼的 看来我的命真不好 你等我来啊 你别走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没想到那两个人 真的敢打你 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有个词叫货从头出 说不就是你 不是 是是 都是我们的 你别承证我 我不想再有任何意外发生 不是 是 是 对不起 但愿你能让我不要再做噩梦了 一定不会再做噩梦了 闭上眼睛 睡觉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四只羊 五只羊 六只羊 七只羊 我没有做噩梦 我真的没有做噩梦 我真的没有做噩梦 谢谢 您这是干吗呢 变身段呢 我不是 我腰扭了 快 帮我一下 来来来 来 赶紧趴下 这干什么呀 趴下 给您揉揉活活血 来 趴下 趴下 哪个位置啊 就这儿 跑死了 我上次就提醒过您 您 您这岁数 已经不合适在练功了 您当您是四小天鹅呢 老年人 柔软度和韧性都不够用了 很容易伤筋动骨的 只是扭了一下还算是轻的 这要是扭大个劲扭断了 够您瘦的 我扭扭腰 你就 就说扭断了 有那么玄乎吗 我又不是甜筒 一碰就碎啊 老年人骨质疏松 轻轻碰一下 都可能骨折骨裂 如果碰到粉碎性骨折 那您完了 彻底残背了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说点好听的 我扭扭腰 你就扯到残废上去了 你是不是嫉妒我 虽然比你大十岁 可是我的心理年龄 比你还年轻呢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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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